我覺得餵母奶一開始蠻崩潰的 你老公是神隊友嗎 他蠻神隊友的 那你第二胎要開始什麼 第二胎 再讓我修復一下下 其實算了也OK啦 算是胎肌 好這個問題 還沒 還沒有要 因為還不急嘛 就產後就卸貨就開始瘦了 好像是就有慢慢的自己瘦下來 對對對 所以都沒有遇到很崩潰的時候開始瘦 我覺得餵母奶一開始蠻崩潰的 因為原本對餵母奶沒有那麼了解 也沒有做那麼多功課 然後真的生完之後才發現 原來餵母奶是真的需要定時 三個小時就要餵 三個小時就要擠 然後晚上凌晨也要一直起來 睡眠一直被中斷 因為如果不擠的話 那個塞奶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前面覺得這個很辛苦 然後你知道餵奶就是 要彎著腰啊 然後就是整個背都很不舒服 就是前面這個我覺得很崩潰 那後來狀況有越來越好 所以現在都覺得還OK 這個奶量到底是存夠嗎 奶量算有奶量 但是也不是說那種超多 還是有讓她跟配方奶 如果不夠就請配方奶出來幫忙 對對對 那我幫你按 還好我請蜜乳師 我覺得蜜乳師比較專業 你知道當她長的時候是很痛 任何人都碰不得的 所以還是請專業啊 比較放心 她蠻神隊友的 她蠻神隊友的 所以第二胎要開始 第二胎 再讓我修復一下下 然後 然後 你要先辦婚禮 好我現在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討論 可是一直沒有討論出一個結果 所以 感覺好像還是走一個順其自然派 因為加上她最近工作比較忙 所以想說先讓她忙完工作再說 對 像如果工作一直都這麼忙就算了 其實算了也OK啦 對啊 對啊 就看啦看 先讓她工作忙到一個段落 有心力去忙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看要不要去行 是有聊到說 如果辦婚禮會想要在國外還是什麼 沒有聊到 但我個人是偏好 方便一點就可以了 台灣 台北 那你第二胎你有時間表 比如說半年或是兩個 沒有時間表 應該是會希望寶寶們的年齡不要吵太多 對 但還是生死死人 沒有 拚兒子的壓力 沒有 對 兒女都好 真的都好 對 你要生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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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有三個兄弟姐妹 所以 我覺得 兩個三個都還不錯 本來其實是覺得越多越好 但是生完一個之後覺得蠻累的 所以現在好像也沒有強求到很多個 現在 還沒有 都是胎子的 正式胎子 正式胎子 這個問題 還沒 還沒有要 因為還不急嘛 傷口怎麼會都哭 傷口應該 應該就是每次回診 醫生都都蠻順利 所以應該吃都好 是 還不急 不是 都沒有 有 是 那個 沒有 有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